天氣放晴,藍以地區已經開始的慢慢重建 大家終於可以開始捲起袖子,回復家園 但這一次的天平颱風實在太誇張 不僅把加油站給吹倒了 農會更是兩次都遇到颱風襲擊 只是這一次更嚴重,整間都垮了 淹沒所有失去的夢想,要到哪裡找尋 台東縣蘭宇鄉民服務中心裡頭的工作人員也是蘭宇人 當在電視上看到自己的家鄉遭逢巨變的時候 心情當然不好受 我真的有史以來真的沒有看過這麼嚴重這樣子 嗯 嗯 那你覺得是什麼原因? 大自然的力量就是這樣,沒有辦法遇上 島內鄉民是很合作啦,就是 都會互相幫忙,不會說在分什麼 你是哪一村,我是哪一村 就互相幫忙,就是想要趕快把 自己來你的家鄉,趕快重建好 趁著天氣好轉之後 這些天,鄉民開始再恢復了家園 對於自己熱愛的家鄉,看到族人同胞 互分彼此互相幫忙 患難中見真情 這也算是大自然教育人類的一種方式 雖然無情,但也讓團結的力量更為巨大 東台新聞張宇辰,台東市報導 再ため conj Jackson 海公不要來了 難以站起 希望再踏出來 難以加油 希望 registry miej flick 閉 shows